看自己战神学吃技巧 待会儿九哥 这把我们来跳到鸡岗 脚下面是有一个人 我们现在是拿了一个维克托 再加一把喷子 在这扫一下没有扫倒 想拿喷子卡下视角 但是其实这个左边卡视角 不是很好 我们还是切换成维克托 这里他又是冲了过来 直接是把他给秒掉 这个维克托近战的话 其实还是非常威猛的 这里他有一个UMP 我们剪成他的枪 看一下前面集装箱有人在跳 突然是不动了 肯定是在剪一个东西 我们就直接是把他给放倒 然后再跳过来看一下 他有没有队友在附近 前面仓的一个门口 有人在歪着头 直接击杀掉 是一个直死 之后这片集装箱 又是进来了一个人 我们看这里有个脚步 他是进到集装箱里面了 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去歪着头 这样歪着头的话 视角会比较好看一点 直接是把他给击杀掉 右手帽直死 那这样击杠应该就没有人了 路过一个废车 这里突然被打了 这个地方怎么还会有人藏着呢 我们先找到一个背坡 这边一个斜面 我们下车对方也是打不到 通过石头当掩体 看一下前面之前是有个人的 我们预判的去扫一下 这里队友是把他给击倒了 那我们再去往前面去压尽 队友在右手边 我们就往左手边走 形成一个左右枪线 队友很明显是为了夺我那三个队友的一个火力 导致露出了一个侧身 我们轻松的收获了一波双杀 这里嗑一下能量饮料 突然是开过来辆车 让我们去扫一下一个吉普车 这里直接把他给抱头击杀掉一个直死的毒狼 这下什么物资都不用愁了 装备非常的精良 这里跑过去的摩托车 身后又来了个小轿车 这个山坡也太多人经过了吧 还是个圈边 我们看一下这个能不能去扫一手 没有去把它给扫下来 不过这个摩托车又是路过我们这里了 你们这完全就是在挑战我们的一个底线啊 似被M4疯狂的扫射 摩托车开得快又能怎样 这里他是爬到了树后 不过他这个地方其实应该也救不了了 没有太大一个生存几率了 我们看一下刚才这个开着小轿车那一队人 应该是跟摩托像是一队的 他们是在前面斜坡 好像是下车了 果然看到山坡上是站了人 这是他想去打我的一个队友啊 我们队友是在前面斜坡的 先把他给击倒 然后再去贴近 跟队友一起往前冲 还让他给扶起来了 不过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 我们这里直接把他给干掉 这个位置扶队友也是很安全 我们看一下这个前面 术后是出现了一个人的 我们这里找一波 但是扫了之后啊 他是躲到了树的另外那一侧 我们就往左侧去拉枪线 因为队友在右侧去打他 我们往左侧的话能够打侧身 不过这个侧身他又是躲了回去 想去贴他的一个近点 因为我们已经连打他好几枪了 这里在往摩托所贴的过程中啊 被这个圈里面人打到了一枪 喝凭饮料补充下状态 他这里想往圈里面跑 我们这是想去扫一波的 但是这边在扫的过程中 圈里面人突然是把我给秒掉了 而且我左下角的一个网速啊 突然跳到好几百 当时网速也是不是很稳定啊 所以说打的也是比较艰难 还好自己这个位置是能服 我们加完血 把自己脸前先封一个低泡烟 给自身形成一个视野的保护 再把弹夹换一下 能量饮料磕到最满 然后就可以再封一个极限的低泡烟 大概是前面白色马路旁边 还剩下一个烟 我就要封得远一点 封到大概前面树的那旁边 那里差不多就是安全区了 这边两个队友全部被人击倒了 随后就直接被补掉了 对方把这个圈边卡得非常死 不想让我们这一队进圈 不过我们还是摸摸蹭蹭的 进入到一个圈边了 通过一个手雷丢一下 因为我知道前面石头是有人的 这丢一下是没有丢中 并不是没有人啊 可能是我们投资了一个位置 没有投好 我们这里再次丢一下 这个手雷的一个时间掐的 应该是比较好的 我们看对方的话也开始丢手雷了 这个手雷还好 是在我们这个树前面爆炸的 隔了一个树 没有炸到我们 想往前去贴近一下 这边看到他一个队友 也在往前面跑 来不及击倒 切换另外一把步枪继续往前冲 这是他已经看到我了 准备跟我回身对枪 换了一下子弹 换他过程中赶紧趴下 此时对方一瞬间是丢失了 我的一个视野 我们就把他给直接反杀掉 还有脚步 他想往队友旁边靠 我们直接打个侧身 赶紧回到石头旁边 利用石头当掩体 看一下能不能加下血 我刚才在打这个人的时候 有其他地方的一个枪声 还在打过来的 应该是他们最后的一个队友了 不确定他的一个位置 跑过来看一下 他是没有在服队友的 那我们这得先补掉一个 然后再回到石头 但是又有人丢手雷了 我们听到一个手雷的声音 所以说赶紧往后稍微撤一下 再回到石头 没有把我们给直接炸死 只是一个残血 看到一个人跑过来 直接是准备去扫一波 把他给打成了一个残血 他是收着枪跑过来的 打成残血之后就不能怂 直接冲上去 把他给击杀直死 瞬间这个场上 就已经剩下两个对手了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安全区的一个位置 在前面的一个山坡上 而且隐约的 看到圈里面是有一个人的 不太清楚 最后这两个人 到底是不是一队的 不过轻幸的 我们已经在圈里了 这时候突然发出枪声 那很有可能不是一队的 我们赶紧去往前摸一下 不过并没有爆出任何的击杀 前面有一个脚步 就是突然左下角的一个网速 又跳了一下PIN 就很尴尬 不过还好是把他给击倒了 这个人是击倒 那也就是说 他们两个是一队的 他在往后退 肯定不能让他退回去 直接把他给补掉 看一下他要不要过来 他如果不过来 情况下 我们看这个山的地形 左上是一个高山坡 只要站着这个高点 肯定就会形成高打地 绝对的优势 这里在往上面爬的过程中 突然是看到了他 打中了一枪 他缩了回去 但是他又想露出来 我们再往后退 等他后退换蛋了 我们再往前冲 最后一个枪法的对决 双方互相扫射 看来胜利女神 是站在了我们这边 成功吃鸡 喜欢视频 别忘了关注点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